太像馬爾地鋪那種沙洲了吧 超酷喔 我好像在玩十四喔 我剛剛抓到的 有一點差勁 嗨 大家好 我是Saleen 我是Janie 我們之前在菲律賓的時候 就找到跟馬爾地鋪一樣的沙洲 結果我超意外的 因為在台灣就有了 但你不用出國 對啊 但是在澎湖 我們找到跟馬爾地鋪一樣美的沙洲之外 你也要去玩拖曳塞 整個行程就是真的好玩到不行 再開始之前 如果不想說更多國內賣獨特玩法的話 記得訂閱Sanisa 然後如果想要找到特別註冊的話 記得上SanisaTrival喔 Let's go 終於到我們心心念念的蓬蓬攤了 我們現在幾乎就是360度 被全都濕海 這個應該是我這一趟最最最期待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BOOMAP點到 然後就想說天哪 太像馬爾地鋪那種沙洲了吧 而且我覺得也跟我們上去的環環環環很像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過澎湖也有這種地方 喔耶 陽光出來了 老天爺車對我們太好了 它的沙子變白的 我說想要陽光 它就給我陽光 你們現在 ignore那個天空 那個天空想像它是藍色 你們看這個海有多漂亮 它整個是漸層的藍欸 而且海超輕的 這感覺可以拍100張美照 看我的腳 是今天沉下去的 我看它有多細 這邊有一個淺灘 然後一路就可以延伸到那個地方叫做鳥獄 如果退橋的時候那個路就會跑出來 對 但是現在已經有點漲超 大家一直覺得 疫情的關係不得是不是很可惜 真的不可惜好不好 台灣真的有這種地方喔 對啊 不跟大家介紹太多了 我們要先拍100張照片 之後去吃龍蝦泡麵 大家真的會太難 結束這個行程 大家會太討厭我 這個是私人餐廳嗎 對 這就是澎湖人的褲食物喔 現在可以吃龍蝦了嗎 還沒吃啊 你要怎麼吃 我們今天帶的船叫做黑曼巴 要搭它去抓龍蝦 然後Janny要抓龍蝦給我吃 放在你頭上 沒有 沒有這個牆 沒有這個牆 有的 走吧 我們上船吧 我第一次看到海鵲吃東西耶 對啊 會吃魚肉 他把魚丟進去之後 就把魚包進去了 對 然後他就 他慢慢的把它吃掉了 這邊不用蓋面鏡 也不用浮在海上 站著浮淺 站著浮淺 你知道這個車其實是我們 通常在潛水看到也會很興奮的 對 結果現在站著就看到了 他在站著看到也不用浮淺耶 對啊 我剛剛問了 看了一下教練怎麼可能那麼淺的地方 會有海鵲 對 他其實這邊也很分 是長退潮的時候 像現在是退潮的時候 但是他那邊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區域 對 所以他在漲潮的時候 這邊其實就是海裡的一塊教練 所以才有這麼多生物 他本來就是海裡的生態 哇 這真的沒有他們帶我們來 我不可能知道這個地方 就是五人島 現在可以吃龍蝦了嗎 還沒吃嗎 你要怎麼吃 鑽到哪個洞啊 正下面 正邊有三個洞 然後裡面有躲龍蝦喔 有可能會有躲龍蝦 我剛剛抓到的 聽不是好嗎 你剛剛抓到的 是我抓到的 我超大的啦 這是真的午餐了 尊重喔 人家是龍蝦嗎 Nope 哪有像車廊啊 我們今天的午餐喔 現在在澎湖這邊最大的五人島 然後就在那邊餵 現在就是船的360度都被海鷗包圍 這好像是蠻多出海的船家 都會帶來這邊的 因為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麼多海鷗 還可以療癒的 欸 給你吃啦給你吃啦 給你吃啦 拿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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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來了 哎唷 餵牛成功 他抓走了 對 太好可愛 沒有人會來自己丟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玄武岩 我覺得這玄武岩 比我們在島上看到的還要光很高嗎 還要光很高耶 對 不知道為什麼它好像 它感覺比較細 嗯 而且它是更黑一點 好像說什麼月黑就會化開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往後看一下 你看我們離玄武岩這麼近 那邊超酷的耶 哇 它是一個道穴嗎 嗯 總有點像玄武岩峽谷 這樣子凹進去的耶 我以為這個點只是一個 少太一點看看風景的 結果意外蠻好玩的 結果已經太瘋了 這個地形真的很特別 然後我們剛剛就請老船長幫我們 拍了幾張照片 然後現在要去下一個點了 是私人餐廳嗎 這樣的帳篷下吃龍蝦 這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好棒喔 我們沒有台北浩泡辦公室 我們就只有一個小桌子小桌子 很夠了耶 好想在這裡辦公喔 今天的午餐是龍蝦泡麵 超可以的 我從來沒有吃過龍蝦泡麵 我覺得很可以耶 哇 看起來超好吃 都是我的 全部都是沙吧 邊吃要邊感謝一下 這次黑難道的船長 他明天讓我們參加這次的行程 然後我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好玩 真的非常小吃 我想要跟我們一樣 跟他對新的畫 一直上IG 然後送去澎湖爸爸 就給視訊他們小邊 然後看給我們一樣的景色 那這支影片還沒結束喔 還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拜拜 我們要來吃東西了 這次來澎湖跟Jenny也去住了一間 整個都是純白色的民宿 除了住得很舒服之外 這邊也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 大家看我們今天要住的陽光棕櫚 真的是純白色的 沒有度假風景耶 你看那個天井 我剛剛以為這邊有燈耶 結果不是 沒有 它是這樣子光直接灑下來 天窗 我們剛剛去一樓發現 這條走廊超美的啦 超像天使光直接灑下來 你看那個天井是像一格一格的 我們沒有刻意在找漂亮的地方 這裡就是到處有陽光 都是漂亮的 對啊 剛剛老闆跟我們說 這民宿其實有很多好拍照 我就帶我們來這個 C棟的二樓 超漂亮的 真的自己很像在希臘的 嗯 就是這個框排出去 超好看的 然後像那種不規則的白色建築 然後配上後面 現在剛好有藍天 我覺得這一個民宿最厲害的 就是它整個建築的外觀 對 好來看一下房間 欸這真的是 也太大了吧 這個客廳大概可以坐十個人吧 欸你看那個樓梯 看起來就會有一個公主 這樣從下面走下來 甚麼我看我還沒有進去 蛤 演得有一點 有點 那種 它完全 哦 我還沒吃天鹅 它怎麼知道我愛妳 它整個房間就是一種很圓滿的感覺 對 就有很多圓形的設置 欸等一下 那個是不是可以開啊 好我們剛剛找到遙控器了 應該是這個 芝麻開門 你看我們的床角 它這樣光就慢慢的灑出來了 然後我們的天鵝就這樣亮起來了 哇好浪漫喔 我們現在正上方就是藍天白雲 然後晚上的話就會有星星 我們要來玩一下它的泳池 大概到我們的小腿住 就給小朋友玩水的啦 這邊泳池很貼心的 還給一個彩虹獨角獸 對 因為坐著還拍照 泳池旁邊還有一個這樣子的房間 前面就是藍天然後有一些樹 所以這個待起來還蠻爽的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房間其實是嗎 如果你覺得剛剛那些房間有點over的話 你這邊其實還是有一般的雙人房還有四人房 而且就是家人啊朋友情侶都很適合 先不多說了我們要來耍費拍照了 掰掰 大家如果有喜歡我們這次推薦的澎湖住宿 可以到Spice Star Travel預定囉 另外Spice的新功能幫大家 整理出全台各地最優質的民宿 這些民宿都是可以好好耍費 適合無腦旅行的選項 那想要知道台灣哪些耍費選項的話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敘述裡 另外我們要特別感謝格瑞特租車行 再次贊助我們的汽車 那他們除了提供租車之外 也有提供租汽車服務 那其實格瑞特他們是一間旅行社 所以他們不只有租車服務 他們也可以帶訂很多活動 而且他們都會直接到機場去接你 所以大家如果租車服務的話可以找他們喔 好當然今天也來玩脫衣傘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海中央了 我還特別安排夕陽的事情 我想說我們就可以在拖衣傘上看夕陽 還多浪漫啊 對但是我覺得我們是很幸運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台灣本老是在抱著 對啊 所以已經很好了啦 當然有居高症的人會怕這個吧 居高症的人我們都有在治療 上去又不怕了 為什麼喔 因為上去很漂亮 因為上去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都很緊張很害怕 可是到後面他會習慣 因為他也沒辦法 所以做完這個就不會怕居高症了 差不多 他會覺得蠻 然後後來會享受啦 後半段他會享受 好啦有居高症的朋友 可以來試試看這個療法 想要治療居高症 沒用的話不是我的錯 老闆說著 不負責 不負責 他好像在拍那部電影 有老人 人氣球的那個 他其實不會很可怕 因為他就會慢慢的放你出去 我以為他會直接 就很像自由落體 直接把你放到空中去 結果 欸 蠻好玩的 嗨 嗨 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上來之後是那種 微微的風 然後現在太陽在那邊 然後馬公司在我的後面 大家如果來玩這個行程的話 可以真的在夕陽的時候參加 因為你可能會想像這是一個很刺激的活動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真的讓你 很享受這片海的活動喔 那我可以這樣子 躺在海上的感覺 然後上面就是藍天 太舒服了 爬到海水了 這真的比任何 很豐富的雪上活動都好玩 要太多了 就比什麼香蕉層那種好玩太多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海上活動好像就要很刺激 但是這個是很爽 很爽 真的很爽 而且我記得我上一次有機會玩飛行程的時候 其實是我在幫你到 畢業旅行的時候 然後那邊 那時候好像一個人是一百美金嘛 然後我就從學生就覺得 太貴了 我有一百美金 但是其實在這邊就是一千二 就是有這樣的享受 我們現在已經在回程的路上 然後謝謝海玩的 他們可以提供我們這次的行程 然後就是真的真的超級好玩的 大家來旁邊要玩 所以可以到他們的粉絲團或是光榮屋打電話來預訂 真的一定要玩 絕對不能不玩 不然 不然 會很後悔 我就會生氣 他會生氣 彭物是真的真的很漂亮 雖然說大家來到彭物想想外島 可能就是覺得是去七美看上一時呼 或者是去吉北島玩旋活動 可是我們其實拍完這支影片之後 真的很想告訴大家彭物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超級值得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體驗 真心推薦 那最後就是如果想要來澎湖的話 別忘了要到我們Spiceye Travel上面的地方喔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來 那不想做更多國內外獨特的玩法 記得訂閱開鈴鐺 然後找到這些景點的詳細資訊 可以去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要來澎湖玩喔 來玩喔 來玩喔